大家好,歡迎收看信網收視匯報 港股今日收視是靠穩 全日的高低波幅不足100點 恆生指數今早早高開82點之後,持續向上 但經常都在雜幅上落 今日收視可以微升31點,報2222點 不過成交繼續淡靜,只有423億多 接下來跟大家跟進一下焦點板塊今日的收視表現 藍籌股當中,今日昆倫能源表現是最強勢的 大行方面,摩根大通就指 市場是過度憂慮公司的前景,重新買入的評級 今日昆倫能源收視是升4% 報11.96,是升幅最大的藍籌 另外,在收視之後公佈業績匯控 順利按年升2.2 收視今日是靠穩的,報89.5毫半 至於騰訊方面,今日繼續強勢 有傳阿里巴巴來港上市可能會捉招 但騰訊今日的股價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曾經更高見過373.6的新高 今日收視是升3% 報370人民元,是升幅第二大的藍籌 至於國務院方面,推出有關於船舶的新政策 明確今後三年,船舶工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任務 航運股今日就跑人大市 其中中內運方面,收視是升超過5% 收視是報6% 至於太平洋航運方面,收視是升超過4% 另外,內地一孩政策可能會放寬 見到兒童用品股今日繼續有炒作 當中好孩子收視急升超過1成 報3.52 至於龍城集團和青蛙王子 分別收視是升超過6%和超過4% 至於焦點股份方面,今日和大家看看中國旺旺 新西蘭有奶品公司發現產品受到獄毒港菌污染 有大約七成的原奶由新西蘭入口的中國旺旺 今日收視要跌超過3% 報10.16元,是跌幅最大的藍籌 至於外圍方面,美國今晚會公佈 供應管理協會的非製造業指數,大家可以留意 今日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,明天和大家見面,拜拜 illy Benton 伏糰 有